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另外一个忠臣招募工欠这个周立王欠他 民不堪命于老百姓承受不了你的政策 承受不了你的管理 王禄的魏武他不只没有反省还生气 去找来一个魏国的吴师 使兼傍者 找这个吴师来监督那些批评他的人 你看 上天爱不爱护这个周立王 提醒他多少次 你看这些臣子 都是上天提醒他 他都没有回头 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也是一样的 真正啊 忠诚好的这个宣见 他不接受 他偏偏接受那些错误的一些政策 所以 这个就 自己灭亡了 不是上天啊 没有爱护他 他不能接受 他都没有回头 那这个事情啊 回到我们自己 本身来讲 我们人生 的过程啊 假如我们走得比较惨的时候 我们一冷静 我们为什么遭遇到很多失败 过程已经有很多人欠过我们 我们自己没有在听 有时候啊 人在困顿 或者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 一般很难反省 自己啊 到底错在哪里 其实啊 在那个时候最需要反省 才能够啊 改过 才能把问题啊 解决掉 才能找到问题 那么这个 立王去找这个 贵国的吴师 不只监督啊 不只监督 以告则杀子 告就是 向立王报告了 吴师说哪些人啊 有批评你 那么这个立王啊 周立王 就把这些 讲话的人啊 杀了 他也 只要讲他不好的 他并没有去 反省 这些讲话的人 他们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事实 那就把他给杀了 那么像现在这个 一些民主国家啊 是 向这个领导的人 建立 是没有 像古代那么 严厉被杀害 但是啊 各种方式的 陷害 现在啊 听说有网军啊 监督啊 这些批评政府的人 来供给 这个就是 像这一条所讲的啦 你这个政策哪里不对 人民有反应 你还找一些网军来 来供给 就是跟这里 这一条讲啊 以告则杀之 意思是一样的 其棒 嫌疑啊 这些批评的人 毁谤的人 少了 因为他 这个 这个 讲了 讲话了 你就被杀了 他也不管你讲的 对不对 只要讲到他 讲到他 不好的 就要被杀 那这个 听到毁谤这个声音啊 就少了 批评的人就少了 但是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没有解决 他只是没有讲出来 但是心里啊 人民还是 不符 不符 明信不符 这些啊 也都是 虽然是讲的国君 也都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 自身来 别人的 劝告 建立 他 对不对 如果对的 我们要接受 不对 也感谢 你不采纳就好 绝对不能啊 这个 别人有什么批评啊 那么就 排斥 这个 对自己 这个 邪业 道业 事业 那就没有帮助了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贵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